1.气血两须介绍 清代一家吴坤说,人之身,气血而已 气者百孩之父,血者百孩之母 气旺则百孩滋之以生,血旺则百孩滋之以养 1.气虚表现 面白,气短乏力,大便糖,滋汗,易感冒 2.血虚表现 面黄,心烦失眠,大便干,倒汗,易发热 气血两须就是上述症状合起来 根据不同的脏腹及偏向性而有不同 病胃在心,以心肌气短,睡眠障碍为主 病胃在脾,以食欲不振,腹痛喜岸为主 病胃在肝,以情绪失常,胸斜疼痛为主 2.药物介绍带茶饮 一个带茶饮 人参三克,白竹三克,白勺三克,福林三克,黄旗六克 串胸三克,熟地三克,当归三克,若贵三克,甘草三克 人参,黄旗,白竹,甘草补气,当归补血,白勺银 熟地甜筋,若贵助养,气血阴阳全补 人参,熟地补五脏,黄旗入肺,白竹入皮 白勺入肝,若贵入肾,当归入心,肝心皮肺肾全补 百孩滋养,吸症可除,当可胃全 使用注意 1.泡茶 废水冲泡,15分钟后温服,每次联合两杯,一日两次 2.如果气短乏力严重,人参,白竹,福林,甘草加至六克 3.如果心悸口干明显,穿胸,熟地,当归,白勺加至六克 4.建议在家生姜三片,大枣两枚,调和脾胃以重要力 3.学为推荐足三里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脏腑正常运转依赖气血 所以胃为五脏六腑之海 补气血就得补脾胃,足三里在胃精之上 是补须强壮的保健药学,可以自己点按每次5分钟 建议用爱酒进行温热刺激15-20分钟 效果更佳,能够鼓舞气血生长 4.按力分享 足三里是保健强壮的药学,孙思喵说若要安 三里不肠肝,这说的是化浓酒 因为这种会留有疤痕 所以现在都用温和酒,温针酒,针刺代替 大量现代研究证实 足三里不仅可用于免疫低下或免疫缺陷 还可用于免疫抗静,具有双向良性调整作用 比如针刺足三里可以提高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增加抗体形成细胞数 这对哮喘,乙肝患者有治疗作用 还能使恶性肿瘤患者常规化疗所致的白细胞 红细胞,血小板减少症大大改善 甚至戒毒措施针酒效果优于常规细药疗效 针酒针随里有云,三里养先后天之气 酒三里可使元气不衰,故称长寿之久 民间俗语更有拍大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说法 更有人总结说三里有白竹之强 贵妇之热,身容之功,销黄之力 大家仔细品一品 这一次转换过来就是十全大补汤吧